不是跟导演组交代过了吗 不小心在车上睡着了 幸好梦见 有人要在舞台上 跳摘心舞 向我告白 立刻下醒了 看来你的智商 没有他们那么感人 什么都瞒不过你 本来就没打算瞒你 你要是知道我去干嘛了 这样对我说话 可是不行的 确实是在地下停车库 但没有睡着 我车刚停好 正准备下车 紧爱着的隔壁车位 停了一辆车进来 是白白穿 她在打电话 没有注意到我 她边对着电话好 边扯着领带 还怒不可的猛拍方向盘 似乎遇到了大麻烦 她车窗没关 我大概能听到一些声音 我赶紧趴下 轻轻开了一条车门缝 哎 寂寞者黑 这些损招 还不是跟你学的 来龙去脉没有听清 但我听到 她反复在喊什么 她的死 真的和我没关系 还有什么 拿什么和客人交代 你问我 我问谁 好不容易把货交给你们 你叫我一时间 再去哪里找 这一句 绝对不可能听错 但最近 周围确实没有听说 什么命案 我跟你的第一反应一样 不过 你放心 我刚问过之前 负责秋天的PD 她说 秋天最近 虽然没有更新动态 但今晚 还给二宫的舞台点赞 听到的就那几句 然后她过了电话 趴在方向盘上 好一会儿 看来 确实是捅了什么大娄子 怕被她发现 我不好下车 就一直缩在车里耗着 可能也没心思看比赛了 她没下车 就直接把车开走了 我才终于脱身 你的摘星告白那么多人 当事人 怎么舍得错过 可是 命案当事人 究竟会是谁呢 如果命案发生在韩国 我们又不认识 那不是等于石沉大海 怎么说走就走了 不用我送你吗 你这个气氛杀手 我才刚刚下飞机斯米达 这么快就想我了吗 还有我接到电话 还感动了几秒钟 我才刚刚踏上人家的地盘 能有什么进展 如果你这位新队友靠谱的话 确实是个重磅美目 我明天去MARS报道 会尽快跟秋天建立起联系 也会留意一下 韩方最近的一些案件 对了 明天是小黎生日 可以替我送一个蛋糕过去吗 六岁 是的 师父失踪时 师母还挺着个大肚子 小黎没有见过爸爸 小黎生日 不知道 是我的夏末哥哥告诉你的 不知你的拉丁帽告诉你的 小黎还不请姐姐进来吗 不要见外 我早就听夏木提起过你 感觉已经很熟悉了呢 叫我玄姐吧 小黎 你看姐姐给你戴什么了 谢谢姐姐 姐姐 你 你是夏木哥哥的女朋友吗 小黎也是夏木哥哥的女朋友 那你的拉丁帽呢 爸爸才是永远第一名 每次过生日的时候 我的小小黎 就会把爸爸的祝福送给我 只要我想爸爸了 我就可以听爸爸的声音 不信 你听 亲爱的小黎 你又长大一岁了 爸爸猜 你已经学会写字 看书 看书 游泳 跳绳 各种各样厉害的本领了 也许 还学会了像爸爸一样 给妈妈拍美美的照片 我猜对了吗 今年生日 要送你什么样的祝福呢 你已经满六岁了 马上就要告别幼稚园 成为大孩子了 爸爸希望你 既能一直保有童真 但也渐渐学会独立 因为一个独立的人 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都能做出自己的选择 爸爸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